雨不断的下水全都变成土黄色 你看到的这画面真的不是一条河 就在花莲新城乡家里 村受到海盔台风带来的惊人雨势 多处寒冻大面积积水 现场拉起封锁线 禁止沿车通过 白出的车辆改到高市牌 也已经被淹到快一半 但不止这里 完了完了回头回头回头 不说还以为自己不小心开进河道 生怕一不小心轿车就会抛锚 车辆开过 见起的水波真的可以用小浪来形容 同样是在花莲市区开往七星潭路上 东华大学美轮校区旁 华西街三号下午一点多 也呈汪洋一片 路过的人忍不住拿手机拍 但往近一点看 消货车轿车卡在路中间 动弹不得 远景也出动 水淹了约一小时雨停了才慢慢退去 甚至有人车牌就这样掉了被其他路人捡到 海魁威力真的不容小觑 因为截至三号下午四点半前 根据气象局资料 单日累积雨量前三名都在花莲 分别是赤柯山409毫米 玉里373毫米 以及副里的东里侧站侧德355毫米 各地灾情不断得全面戒备 TVBS新闻高潮上次元训练花莲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